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冠状病毒确认的这个案例已经是超过200名患者了 那目前呢也是得到了海内外华人比较关心的 大家是都在想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或者是大家想要看到的这个有没有一个新的疫苗可以开发出来 给大家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些防范 其实呢在所有过去的疫情 这些病疫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不管距离多远 那么第一个反应都是比较恐惧和害怕的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原始社会啊 这种规避风险 规避危险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那么我还记得在03年SARS非典当时来临的时候呢 我是在国内啊 当时中小学都在放假 当然了我那个时候年纪也比较小 也是放假啊 所以呢最终呢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情形啊 基本上大街上是没有人 03年的北京城呢也基本上是空空荡荡的 那么在这一次疫情来临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政府啊 或者是专家对疾病和疫情的控制 已经有了多重的一些手段和治疗方案 那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实行出来呢 首先我们就第一 其实不用像过去那么的担心 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是有了很多次 这种经历困难和风险的一些准备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本能的发生恐惧性 或者是恐慌性呢 尤其是在一个未知的啊 威胁到我们身体健康或者是生命安全的 这样的一些病毒出现的时候 我们甚至连它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莫名的发生恐慌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和我们自己去鬼屋啊 那个时候呢我们明知道这个事情呢 跟我们啊距离很遥远 或者是呢去鬼屋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但我们依旧会表现出非常害怕的一些生理反应 那么这些现象呢啊 在金融市场上也体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那么通常意义上来讲 我们知道投资是分两种情况讨论的 第一种呢是理性情况下 第二种就是感性情况下 正常上来讲啊 我们对于一家公司 不管是什么行业 即使哪怕它是生物制药 或者生命科学类的行业的公司 我们也是会非常理性的去看待 它在行业里面到底是否具有垄断地位 它的产品呢到底是有多少年的 一个垄断协议或者是签订了这个专利 那么其他公司使用它是需要给它支付多少的费用 那么它的管理团队到底有多大的优势 去继续研发新的药品 但是呢在感性的时候 比方说发生了危机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尤其是传染性比较强的一些疾病和病毒出现的时候 那么我们往往会啊 就是说大家古话有一句叫做有病乱投医 那么这个时候资本呢就会去追逐 追逐什么呢 假设它的名字啊是跟医药沾边的 那么它的股价甚至都会被炒起来 那么最近几天啊 尤其是昨天和前天中国方面的生物啊 或者是医药行业类的股票 基本上纷纷涨停 以鲁抗医药为代表的啊 全线涨停 那么大部分的股票呢也创出了近期三个月的一个新高 这就是医药行业 所以呢我们也会转过来发现澳洲 那么NN还有CSL这些股票呢 近期也创出了一个小幅的新高 甚至呢连啊养这个鲑鱼 在塔斯马尼亚养鲑鱼啊 养这个三文鱼的一些公司 叫TGR上市公司 也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股价新高 然后我们知道这次的疫情呢 主要是来自于武汉的一个啊 鱼业啊市场 所以呢因此也会给澳洲的一些鱼业或者是养殖业 带来一定的股价上的提振 所以呢这些连锁反应呢 它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对于市场啊 对于行情 本身背后的一个解读 这个背后的解读呢 就是我们在生物医药行业 这个特殊的行业 对它的关注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一个正常关注 所以说呢当风险来临的时候 这些公司的股价会大幅度的反映出我们的恐慌心理 那么说了这么多啊 金融市场上的这个对目前疫情的一个表现情况 那么我们再转过来说一些比较乐观的开心一点的 那么就是农历新年最近马上就要来临了 那么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大家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抢红包啊 非常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就是发红包 但是呢今天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 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多发红包 那么抢红包呢 其实拼的就是手速 怎么去锻炼手速啊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叫做MT4或者是MT5 那么在每天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呢 下载一个软件之后呢 点一点啊 看一下一秒钟之前 我下个订单一秒之后 我平掉看看是赚还是赔 一秒钟啊 就见胜负 所以呢在呼吸之间 我们举手投足啊 就把这个交易给完成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T加零基础市场 非常快速的去反映出市场的一个变化 以及我们的操作能力 所以呢对于日内的交易者来讲 我们每天都在坐着 去跟实践赛跑的一件事情 那么从长线来看的话 我认为在过去呢 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呢 都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为什么越长大 过春节越不开心了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在过去呢 我们其实啊 那个时候呢 比方说十年前 二十年前啊 大家还要靠写信来传递消息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每个人写信都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两三个小时 甚至一个晚上啊 去写一封信 给我们想要送给的人 给我们想要表达 阐述的一些情感 都放在这封信里 但是呢 随着后来我们的科技慢慢发达了 我们有了手机 有了电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与人沟通的成本 反而上升了 那么每年春节到了最近啊 我们甚至连春节晚会 都不愿意去看了 我们甚至连 发一个祝福的短信 我们都要犹豫再三啊 非常不情愿 我还想要群发 对不对 但是群发反而又啊 不得人好感 所以呢 这个就非常的矛盾 那么在目前的 科技条件下 我们和人沟通的速度和效率提升了 但是它的隐性成本 其实是升高了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噪音变多了 信息量变大了 我们需要在繁荣的一个信息量 海量的信息里面去筛选 对我们有用的 有价值的信息 这个是啊 也叫做选择恐惧症啊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有这个症状 那么在过去 我们回到十年前 二十年前 其实不存在多样性选择的一个条件 我们心里想的送给信 送给哪一个人 或者哪几个人 它是有一定量的 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 我们打开手机通讯论 打开微信好友 基本上呢 少则几百人 多则上千人的一个好友列表里面 我们真的很难辨别 到底呢 谁会是我们去倾诉 或者是发祝福的一个对象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虽然呢 现在我们去发祝福非常的难 收祝福呢 也非常的不情愿 但是呢 我们发红包啊 之后收红包的心情 还是比较开心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今年啊 手里还有一点闲钱 不妨多发一些红包 给我们那些啊 平时不怎么联系啊 或者是联系的比较多 但是呢 啊 却在祝福的时候呢 有一丝犹豫的人 我们就以红包表达我们的心意 相信呢 这一点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纯粹的 正常的啊 一个开心的一个感觉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红包方面呢 我们每年也会关注啊 就是说哪些企业会因此收利 那么在双十一的时候 大家也会发现啊 当时的阿里巴巴股票啊 或者京东的股票 有一个小幅的上扬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阿里巴巴集团呢 啊准备了大量的一个红包礼 给大家作为春节啊 过节的一个小礼物 那么如果这段时间 阿里巴巴的流量啊 有大幅的一个上涨 或者说呢 占有了微信啊 抢夺了微信的部分的流量 那么相信阿里巴巴股价 在春节期间 也会有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因此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美股的话 欢迎在GoMax进行开户 我们交易美股的成本 还是比较低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 还是根据红包的这个啊 小点引发出来的一些感想 就是我们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啊 其实和我们生命 过程是一样的 在我们经历了一个快速的 做加法的过程之后呢 我们要适当的去做减法 什么是可以做减法的行业 就是慢慢增长 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啊 不管资本市场再热 那么我这个行业 我这家公司 都是在正常的缓慢的增长 每一次增长 每一次提升 都是啊 标有标的物的啊 都是有结果的 也有过程的 而不是说我给了你一个资本的 八秒助长 然后呢 你快速的增加了 但是呢 公司不赚钱 太多这样的公司了 像LFO对吧 像蔚来汽车 那么这些公司呢 都是在资本的服势下 快速扩张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 就是一些传统的行业 包括JNC啊 是面粉供应商 包括INJ是家禽供应商 包括ELD 之前也推荐过 那么本周上涨幅度 也是20%以上 那么这些呢 都是传统行业 是家禽啊 农业啊 养殖啊 畜牧业 包括我们刚刚说TJR 在塔斯玛尼亚养鱼 这些行业呢 在今年希望得到 大家的一个关注 因为过快的一个增长 到了潮水浪潮退却之后呢 我们真正的去发现 那些被价值上 被低估的一些行业和公司 那么将对我们长期的 一个投资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 一些投资组合 带来不错的一个帮助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